优优独播放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倔强地守候着 孤独地等待着 他把自己一生的爱情 都写进了那首《怨歌行》当中 那么班杰鱼与汉成帝之间 发生了什么样的故事 班杰鱼又是如何看待 自己与汉成帝之间的爱情的呢 中南大学杨宇教授 带您走入动人心魄的爱情世界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诗歌爱情》第二部第二集 团团似明月 汉成帝宏家三年 也就是公元前十八年 赵飞燕诬告 许皇后和班杰鱼 邪魅道驻祖后宫 立即主上 也就是说 许皇后和班杰鱼 利用巫术来诅咒后宫妃嫔 并且还咒骂皇上 汉成帝圣怒之下 废掉了许皇后 并且还下令 拷问班杰鱼 班杰鱼此前可能 做梦都没有想到过 他和汉成帝之间的 那么多的恩爱和默契 居然会走到这一刻 他们要像仇人一样 怒目而视 而且一旦诅咒皇帝的罪名坐实 班杰鱼的性命堪忧 此刻在他面前 威严端坐的那个汉成帝 依然是那么的封神俊朗 他是天下至尊 没错 但他同时也曾经是那个 爱他宠他 甚至是一刻都离不开他的夫君 但是这个时候 班杰鱼在汉成帝的眼中 再也读不到一丝像往日那样的 柔情和依恋 他只能够读到他 满眼射出来的怒火 当汉成帝眼神当中的那道凶光 直直地逼试着班杰鱼的时候 我想班杰鱼苍凉的内心 这个时候可能已经充满了绝望的悲气 他沉默了很长时间 然后才缓缓下拜 低声的 但又是用不卑不亢的声音 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陛下 妾听说过一句话 死生有命 富贵在天 如果一个品格端方 修行正道的人 他都不能够得到上天的庇佑 蒙受福祉的话 那一个为非作呆 弯门邪道的人 还能有什么指望呢 假如鬼神真的有知 他怎么可能会听信一个邪魅之人的祷告呢 那如果鬼神无知 妾去诅咒 去祈祷 去祈祷 又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所以啊 妾不屑于做那些诅咒的事情 应该说 班杰狱的这一番 申诉呢 是合情合理的 汉成帝啊 尽管当时是在圣怒当中 也依然不由的内心是微微的一颤 连汉成帝也不得不承认 班杰狱的这一番申诉 虽然满含着悲凉哀气 但是却透露出只属于班杰狱的智慧和倔强 所以汉成帝的暴怒 在班杰狱的这番不卑不亢的申诉里面 居然是悄然化解为无形 同样沉默了很久之后 汉成帝做出了他的决定 他决定原谅班杰狱 尽管其实班杰狱从来都没有做错过什么 所以汉成帝没有像赵飞燕 他们所希望的那样 将班杰狱打入冷宫 甚至是处死班杰狱 汉成帝没有惩罚他 反而是赏赐班杰狱黄金百金 可是再多的黄金又岂会放在班杰狱的眼里 班杰狱这个时候缓缓地起身 失离再败 谢恩退出 班杰狱光明坦荡的申诉虽然救了他一命 但他的智慧却并没有挽救他的爱情 班杰狱很清楚 他曾经全力以赴的爱情 也已经以最凉薄的方式走向了他的终结 所以在经过很痛苦的挣扎之后 班杰狱做出了最后的决定 他上书汉成帝 请求退居长信公 以陪伴奉养太后来度过他的余生 在漫长而寂寥的后半生当中 班杰狱将他一生的爱情遭遇 他一生的爱情理想 他对爱情的所有的期盼 这就是那首千古流传的经典名片《怨歌行》 在收录这首诗的像文选啊 《玉台新勇》啊 《辅士集》啊 都将他的作者呢 署名为班杰狱 这首《怨歌行》 还有另外一个名字 也被称作团扇 所谓团扇就是圆形的扇子 也称为公扇 在宋代以前啊 一般我们所说的扇子 都是指这样一种团扇 或者是公扇 心裂齐丸素 皎洁如霜雪 《丸素》指的是白色的 素色的 非常细致和精美的 这样一种细绢丝绸 刚刚从织基上面裁下来的 棋地出产的丸素 相当于那个时候 丝织品当中的奢侈品 它洁白得如霜似雪 没有一丝的瑕疵 那么这样名贵的丝织品 用它来做什么呢 才为和欢扇 团团似明月 女士人用它来精心裁制了 一把和欢扇 和欢呢 本来是一种树 据说到了黄昏的时候 这个树的叶片呢 会和上 古人啊 常常会以和欢来 作为一种赠品 表达宵愿和好的寓意 当然这里的和欢扇 也可能指的是一种 圆形的图案 是经过女主人精心绘制的 而且也寄予了 她对于男女和欢的 美满爱情的 这样一种隐秘渴望 团团似明月 团团就是圆圆的意思 那么她既希望她的爱情 像一轮明月一样圆满 也像明月一样皎洁清澈 又因为这把和欢扇的材质呢 是齐国特产的名贵的丸素 所以这把团扇呢 又被称为是丸扇 出入君怀秀 动摇微风发 属于团扇的季节 是哪个季节呢 当然是炎热的夏天 当炎热袭来的时候 主人会轻轻地摇动 这把团扇 袭袭凉风 会带走炎热的感觉 即便是不用的时候 出入君怀秀 主人也会把它 小心翼翼地 放在贴身的怀秀当中 因为我们知道 古人穿的一般都是 宽袍大袖 完全能够妥善地 保管一把精致的完善 如果团扇也有生命 也有感情的话 他一定能感受到 主人对他的眷恋 和这样一种依赖 当他被握在主人的手里 被贴身地藏在 主人的怀秀之间 感受着主人的体温的时候 他一定会觉得 自己是主人心头的最爱 他也会全身心地愿意 为主人奉献他的全部的体贴 但是越是深爱 越是怕失去爱 常恐秋极致 凉风夺炎热 夏天总是显得那么短暂 当瑟瑟秋风来卷走炎热的时候 扇子的作用就不那么明显了 可以说这是扇子最大的恐惧 一旦秋天到来 主人不再需要用扇子 来驱赶炎热的时候 他和主人的缘分就该终结了 弃捐妾丝中 恩情终道绝 尽管这把扇子 非常的精致 非常的名贵 但是主人仍然会随着秋天的到来 把他扔到竹箱子里面 再也想不起来去看他一眼 夏天那样一种 朝朝暮暮行影相随的恩情 就此断绝 这就是团善在夏天和秋天 截然不同的两种命运 弃捐妾丝中 恩情终道绝 很傻很天真的团善 原本以为有一种感情 叫做天长地久 叫做天荒地老 没想到只是一场秋风而已 他们的爱情就中途断绝 这就是团善的秘密 退居长信公的班杰鱼 每天过着简单而淡然的生活 也许夜深人静的时候 他也会想到曾经与汉成帝的恩爱时光 他哀叹年华的老去 感慨情爱的苍凉 于是便有了著名的怨歌行 他以团善自欲 将自己比作秋后无用的团善 抒发了失宠于后宫的痛苦悲情 那么他与团善的命运 究竟有哪些相通之处 他是如何能写出 如此寓意微妙 却有哀感蓝艳的诗篇的呢 班杰鱼在《怨歌行》当中写的 绝对不仅仅只是一把团善的秘密 而是他自己的爱情遭遇 和他的人生经历 心裂齐丸素 皎洁如霜雪 团善的洁白和名贵的质地 其实也象征着 班杰鱼的高贵出身 和他纯洁的这样一种美好的心地 班杰鱼出身名门 是典型的大家闺秀 而到了汉代的时候 班氏家族更是井喷式地 出现了大量的人才 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 写了汉书的著名的史学家 文学家班固 班固的弟弟班超 头笔从荣 然后镇守西域数十年 也是战功赫赫 他们俩还有一个才华卓越的 妹妹叫班昭 不仅帮哥哥续写了汉书 而且自己也是一个 非常有名的文学家 他们的父亲班彪 也是汉代有名的文学家 史学家 而班杰鱼呢 正是班彪的姑姑 也是班固班超 班昭三兄妹的祖姑 所以对于班杰鱼而言 有这样的高贵的出身 有这样丰厚的家学渊源 她完全有这样的自信 她的容貌 她的才华 她的家学渊源 就像齐帝出产的名贵的丝绸一样 那么高贵 而且洁白的没有一点瑕疵 那在汉成帝刘傲 即位之后不久 班杰鱼就作为出身高贵的世家女子 被选入后宫 刚开始呢 被封为少使 汉成帝很快就关注到了 这个才貌双全的女子 而且呢很快就和班杰鱼 陷入了热恋之中 并且进封他为杰鱼 居于曾成社 在汉代的时候 后宫分为八个区域 曾成社呢位于第三区 由此也可见 汉成帝对于班杰鱼宠爱的程度 在不久之后呢 班杰鱼还生下了皇子 可惜几个月之后 这个幼小的皇子就夭折了 当然汉成帝和班杰鱼都还年轻 这个小小的挫折 并没有影响他们那样一种爱情的温度 出入君怀秀 动摇威风发 可以说班杰鱼应该说是幸运的 因为他得到的 并不仅仅是一个皇帝 对一个非平居高临下的 这样一种宠幸或者是青睐 他得到的更像是一个男人 对一个女人的柔情和眷恋 而对于汉成帝来说呢 刚刚得到像班杰鱼这样明慧的女子 汉成帝是如获至宝呀 因为班杰鱼不但是容貌靓丽 而且还博学多时 不论是跟汉成帝谈诗论道 还是议论历史上的著名典故 他都能够跟汉成帝相谈默契 作为一个皇帝 虽然坐拥后宫无数加力 但是在那个时候啊 汉成帝的眼里几乎就只有一个班杰鱼 有一天啊 汉成帝乘坐一辆非常豪华的御脸 就在后庭呢 想要去闲逛 他命班杰鱼跟他坐在同一辆脸车上面 在后庭去漫游 他原本以为呀 这是多少后宫女子梦寐以求的好事啊 想想看 跟皇帝并排坐在御脸上 那时候会要吸引多少羡慕妒忌恨的眼光啊 那是多么春风得意的事情啊 所以当汉成帝的手伸向班杰鱼的时候 汉成帝的眼睛里面也满是得意 可是令汉成帝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班杰鱼并没有把手伸向汉成帝 而是缓缓地退后几步 连任一败 像汉成帝说了这么一番话 他说臣妾啊 平时翻阅那些古时候的图画 发现古代的那些贤圣之君 他们的身边坐的都是一些明臣将相 而那些夏商周三代的亡国之君 比如说杰啊 昼啊 周幽王啊 他们的身边坐的 恰恰是他们宠幸的后宫女子 如果臣妾也像他们一样和皇帝并排坐在您的身边 难道陛下也愿意臣妾和他们一样成为王国的红颜祸水吗 听了这一番话 汉成帝啊 多少有些尴尬 他把手缩了回去 那这个事情呢 很快啊 还传到了皇太后的耳中 皇太后非常高兴 就夸奖了班杰鱼记 他说啊 古有凡鸡 今有班杰鱼 就将班杰鱼呢 和古代的著名的凡鸡相提并论 那这是非常高的评价了 因为凡鸡是什么人呢 凡鸡是春秋五霸之一 楚庄王的夫人 据说楚庄王即位以后啊 沉迷于声色 特别喜欢打猎 反而是不须正视 而且还不允许文武百官去劝谏他 说谁敢劝我 杀无赦 就在朝中的大臣 一个个都今生不敢说话的时候啊 大概只有一个人 敢时不时地提点一下楚庄王 这个人呢 就是他的夫人凡鸡 不过凡鸡劝归劝 楚庄王不听怎么办 照样沉迷于打猎 照样不理朝政 照样不发任何召令 凡鸡没有办法 他只好不吃任何禽兽的肉 就断绝肉食 以此来劝诫楚庄王 庄王呢 被凡鸡的这一番苦心所感动 然后开始慢慢的就 勤于正式像一个比较正常的君王 这样去发展了 还有一次啊 这个楚庄王下朝回来 凡鸡呢 就正好迎上去就问他 大王您怎么这么早就下朝了呢 是肚子饿了 还是感觉到有点累呢 楚庄王说 我既不累也不饿 我觉得呀和邪命的人在一起 是会不知疲倦的 凡鸡就很好奇地问 那不知道大王您是和哪位邪人在一起呀 然后楚庄王说 就是于秋子啊 一听了这个回答 凡鸡忍不住是眼口一笑 庄王就有点不高兴了 他说你笑什么 凡鸡啊这才收住笑容 很严肃很认真的回答 于秋子也许是一个贤人 但他未必是个忠臣 庄王说 何以如此来说呢 凡鸡就说 我给大王打个比方吧 妾是大王的夫人 侍奉大王已经十一年了 难道妾不想独自占有大王的全部宠爱吗 但是妾不能这么做 也不想这么做 而是派人到各个地方去寻访那些 财貌双全的女子来和妾一起侍奉大王 我想大王的大臣应该也是这样吧 这个于秋子相处也有十多年了 可是在他举荐的人当中 不是他自己的子弟 就是他们家的亲戚 这样的人怎么能够算作是忠臣呢 知贤不敬 视为不忠 不知其贤 视为不治 大王想想看 是不是这样呢 樊记的一番话 让这个庄王 视像醍醐灌顶 恍然大悟 所以第二天上朝的时候 庄王就把樊记的这番话 一五一十都转述给了于秋子 当时于秋子羞愧的是无言以对 很快于秋子就提出了辞职 并且举荐了孙叔敖来替代自己 庄王以孙叔敖为令影 这个令影就相当于楚国的宰相了 用了孙叔敖为令影之后 庄王是最终称霸天下 所以楚国的史书有这样的赞美 庄王之霸 樊姬之利也 在旁人看来 班杰瑜的做法 体现的是他那样一种 端方的品德 他对于汉成帝邀请童脸的 婉言慈谢 还催生了一个非常著名的词语 叫做慈脸之德 但是就我个人看来 班杰瑜的慈念 在另外一个角度来说 其实也体现了他一贯的一种爱情理想 他和樊姬一样 深深地知道 他和汉成帝不是一般的平民夫妻 皇帝不同 他的一言一行都要载入史册 他的一举一动都要引世人瞩目 他的任何一个决定 都可能对于国家的命运 产生重大的影响 所以啊 班杰瑜不愿意因为自己 而让他深爱的男人 身上沾上污点 成为被世人 被历史诟病的皇帝 爱他 其实还包括了爱惜他的名誉 成全他的人格 并且保护他 不受到任何的伤害 所以我想此年 不仅仅是体现班杰瑜的智慧和品德 更体现他对于汉成帝 那样一种无私和包容的爱 他以他的智慧和他的深情 也包容着汉成帝的任性和不成熟 作为一个女人 班杰瑜当然也渴望一份 一心一意的爱恋 可是作为皇帝的女人 班杰瑜更明白 爱情不是用来炫耀的 何况在他之上 还有正位中宫的许位皇后 他也必须顾自到 皇后应有的尊严 拿来炫耀的爱情 或许可以赢得一时的虚荣 却终究无法细水长流 但班杰瑜没有想到 自己如此深厚的爱 换来的却是汉成帝的薄情 那么班杰瑜的爱情 最终将走向何方 他爱情的悲剧 又将如何上演呢 当班杰瑜被显入汉成帝的后宫 并且成为汉成帝的心头至爱 朝夕相处 甚至是形影不离 应该说少女时代那种 才为何欢善 团团似明月的美好的理想 成为了现实 我想那个时候 正是班杰于爱情的夏天 充满了炽热的 沸腾的爱情的温度 当然也不乏向 团扇清摇带来的 袭袭凉风 沁人心脾也令人心醉 长孔秋节制 凉风夺炎热 那即便是在爱情温度沸腾的言下 其实班杰瑜内心仍然不免 时时刻刻会闪过一丝隐忧 因为虽然他对爱情 有全身心的这样一种投入 和美好的理想 但他也越来越了解 他身边的这个男人汉成帝 汉成帝其实从来都不是一个 长情的帝王 所以班杰瑜他担忧的是 当爱情的秋天来临的时候 他的命运也会不会像团扇 那么凄凉呢 班杰瑜的担忧 不是没有道理的 汉成帝其实就是一个 单于酒色的皇帝 他在后宫寻欢作乐 还不满足 很快呀 他就喜欢上了微服私访 这样的游戏 经常悄悄地出宫去 到外面去寻找新鲜的刺激 有一次啊 汉成帝又微服私访 来到了杨娥公主家 杨娥公主呢 将家里这种续养的歌儿舞女啊 悉数叫出来 给皇帝掩跃助兴 这些舞女当中 有一位眼神分外的妖娆 身姿分外的婀娜轻盈 让汉成帝一见之下 惊为天人 并且历时招入后宫 成为她的新宠 这名舞女啊 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美女 赵飞燕 而为了巩固皇帝的宠爱 赵飞燕呢 又向汉成帝推荐了自己的妹妹 妹妹和她一样的国色天香 所以汉成帝把姐妹俩都封为节鱼 一时之间是贵请后宫 皇帝的情爱啊 果然是凉薄的 当班节鱼一心一意在期待着 彼此尊重 彼此眷恋的爱情的时候 汉成帝却在左顾右盼 寻找新的猎物 并且在赵飞燕姐妹 营造的温柔香当中 不能自拔 赵飞燕姐妹和班节鱼不一样 她们是那种非常野心勃勃 并且有着非常精明的算计的女子 姐妹俩联手起来 一方面巩固着汉成帝的恩宠 一方面向其他的后宫妃嫔出手了 她们看中的第一个目标 当然是地位最为尊贵的许皇后 和恩宠一时的班节鱼 在一番精心安排的诬告构陷之后 许皇后被废 班节鱼也经历了严厉的拷问和审讯 可是在这一番拷问审讯之后 班节鱼居然还能够全身而退 这倒是让赵飞燕姐妹要始料未及的 宠贯后宫大权独揽的赵飞燕姐妹 当然不会就此罢休 在赵飞燕姐妹的步步紧逼之下 班节鱼最终是放弃了 对汉成帝的最后一点幻想 他上书成帝退居长信公 用陪伴太后供养太后来聊此余生 班节鱼就是这样一个高贵的女子 在永始元年也就是公元前十六年 赵飞燕被立为皇后 她的妹妹被封为昭仪 位在结语之上 后宫成为了赵氏姐妹的天下 据说当时赵昭仪居住的昭阳殿 宫殿是美轮美奂 白玉为街黄金势璧 那至于像明珠啊翠鱼啊 这样一些豪华的装饰啊 那已经是数不胜数司空见惯 赵飞燕姐妹在后宫一手遮天的时候 班节鱼从来没有想过要和她们去争宠 她在凄凉和寂寞当中度过了她的后半生 当爱情理想幻灭之后 至少请为我保留最后的一份尊严 这就是班节鱼的最终选择 弃娟妾丝中恩情终道绝 这是团善的命运 也是班节鱼爱情的结局 在后世的文学作品当中 班节鱼后半辈子居住的 萧瑟淒凉的长姓宫 和赵飞燕妹妹居住的朝阳殿 炙手可热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一冷一热 也成为文学作品当中 两种截然不同的女性命运的代表 最具讽刺意味的是 赵飞燕姐妹专宠十多年 而且他们不单是迫害其他的后宫妃嫔 而且还残杀皇子 导致汉成帝最终没有亲生儿子 可以来继承皇位 又在赵飞燕姐妹的精心安排和运作之下 他只能立自己的侄子刘新为皇太子 随和二年 也就是公元前七年三月份 四十五岁正当圣年 而且之前毫无任何疾病 征兆的汉成帝爆足 据说当天侍寝的正是赵飞燕 一时间是朝野上下物意沸腾 皇太后震怒下旨彻查 赵飞燕为罪自杀 后来在王莽掌权之后 赵飞燕也被废为庶人后自杀 其实赵飞燕姐妹在我看来 何成真正爱过他们的丈夫汉成帝 他们所做的一切 只不过是在争夺一个皇帝的恩宠 在挥霍一个皇帝对他们的宠爱和施舍 当然他们也因此而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并且还成为了史书当中的罪人 斑结于得宠时 谨守礼教 行事端正 失宠后又能明哲保身 心如止水 在复杂险恶的宫伟之争中 它像一朵纯洁的荷花 静静地开在深宫别院的污浊里 它的美好品德得到了当时人 和后来人的高度认可 最让人感动的是 在汉成帝去世后 班杰瑜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这个决定代表了他忠贞不渝的爱情观 那么班杰瑜究竟做了什么决定 后世又将给这位才女 给予哪些耀眼的光环呢 汉成帝崩世之后葬于严林 班杰瑜这个时候自寝去守灵 而且在他死后也陪葬在严林当中 那个男人他爱了一生 也等了一生 尽管他最后等来的是 他的背叛和薄情 但是班杰瑜自始至终 都没有背叛他自己 内心的爱情的理想 他把他一生的爱情理想和爱情命运 都浓缩在这一首《愿歌行》当中 并且还从此创造了 中国古典爱情诗歌当中 一个特别常见 特别重要的意象 团善 也称为玩善 秋善 化善 或者是班基善 用来表达女性在爱情当中的失落 感情好的时候 女性就如初入君怀秀的玩善 和欢善 和夫君如交四期 如影相随 而一旦遭遇夫君的冷落 她的命运就好像秋天的扇子一般 被弃娟妾丝中 恩情中道绝 让班杰鱼没有料到的是 在南朝梁中荣的 诗品对五言诗人的品地当中 班杰鱼被列为上品诗人 和阮吉 谢灵韵 左思 这样的一些一流诗人 同一品地 中荣在诗品当中 给班杰鱼的评语是这样的 汉杰鱼搬鸡 团扇短张 辞职清洁 愿身文起 得匹妇之志 说她的这个文笔啊 清新流利 哀怨缠绵 而且文笔优美 要知道啊 中荣一向品评诗人 眼光是非常苛刻的 那更让班杰鱼没有想到的是 他赋予了团扇这样纯洁 而纯粹的爱情理想 又因为古代的文人士大夫啊 有这样一种以男女爱情 比你君臣之情的 这样一种创作思路 所以团扇呢 又由弃腹的爱情命运 延伸成为逐臣诗意时候的 一种心灵抒发 所以团扇意向和贬折情结 由此呢 又产生了密切的关联 被频繁的运用在古典的诗歌当中 举个例子啊 唐朝的著名大诗人刘雨昕 在被贬朗周 也就是今天湖南常德之后 也写过一首团扇歌 其中有几句啊 可以说几乎就是对于 班杰于原诗的完整的话用 团扇赴团扇 奉君青树殿 秋风入亭树 从此不相见 这显然是刘雨昕 也用团扇在秋天被抛弃的命运 来象征自己被贬折之后 失忆的心情 两千多年过去了 团扇经历的颜下和凉秋 成了多少女子一生爱情失落的写照 也承载了多少女子对于爱情的渴求与绝望 当然同时也寄托了多少 竹城的失忆时候的心灵告白 汉成帝没有给班杰于他所想要的爱情 但是文学史却给了班杰于他意想不到的荣耀 但是尽管文学史给了他那么多耀眼的光环 但那都不是班杰于曾经的祈求 那个时候他一心所想要的只不过是初入君怀秀 动摇微风发的温柔陪伴 只不过是才为和欢善 团团似明月的长相厮守 只不过是心裂奇丸素 皎洁如霜雪的纯美爱情 虽然在他寂寞的后半生当中 他没有能够留住他深爱的男人 但他至少留住了爱情的尊严和纯净 感谢观看